大家好,我是克莱尔 我们经常会听到一关讨论原生种和原液杂交的蝴蝶兰的话题 那么它们有什么不同呢? 这种分类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来给大家简单的科普一下 原生种蝴蝶兰是指在原产地自然界中独立生长的兰花 它们通常分布在特定的地理位置 从而拥有独特的生长习性 我们在市面上能买到的这种原生种蝴蝶兰 往往是由野外的原生种蝴蝶兰经过人工繁殖和培育的 它其实属于原生种蝴蝶兰的直系后代 但是它们保留了原生种蝴蝶兰的所有基因 原生种的蝴蝶兰通常品种很少 目前已经确认的有63个原生种 有7个自然杂交品种 原生蝴蝶兰它的特点就是花量少 花朵小 对环境有很高的要求 大部分有香味 它是市场上原意杂交蝴蝶兰的清本 它的通常价格比较高 原生蝴蝶兰它的价格比较高 通常有几个原因 比方说第一 原生蝴蝶兰它的生长周期长 第二它就是对环境要求高 所以培育难度会大一些 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和精力 在种植和繁殖的过程中 还有一定的风险和技术门槛 这个都是导致它的价格比较高 而且因为原生品种它的稀有性 和市场需求增加也抬高了它的价格 有一些名品或者是珍稀品种的原生蝴蝶兰 更是千金难买 所以这几个原因就造成了原生种蝴蝶兰 它的价格比较高 它店里或者是超市里买到的原意杂交蝴蝶兰 它都是经过育种专家精心培育的 育种专家在育种的时候 它会根据市场的需要来挑选出有特定基因的原生种蝴蝶兰 比方说迷你型的 或者是大花型的 或者是芳香型的 或者是比如说特殊的颜色 比如说大红色呀 或者是黄色呀之类的 它都是经过就是仔细研究和精心培育出的 它这种培育出来的这种杂交的蝴蝶兰 它更多的保留了副本或者某本优秀的基因 然后它就更加适合家庭养殖 花朵也会更大 花朵的数量会更多 花期会更长 最关键的就是它的对环境的适应性 要远远超过原生种的蝴蝶兰 而且因为是批量生产嘛 所以价格也很便宜 所以在市场上很受欢迎 所以我们平常看到的都是这种超市蝴蝶兰 那么我们区分原生种和原意杂交蝴蝶兰的意义是什么呢 其实最主要就是说 它们的养护方法是不同的 当然了 将来开出来花享受的这个层次也是不同的 这个原生种蝴蝶兰呢 就是说从一开始养护到最后开花 它这个最激动人心的地方呢 就应该是它具有更大的挑战性 因为每一种原生种呢 它的特点都不同 它习性也不同 养护方法更不同 那么将来它开出来的花当然也不同 你养开花养多了花 那么就更有成就感了 对吧 那么我们如何从外观上来区分原生种蝴蝶兰呢 还是原意杂交蝴蝶兰呢 这个最简单的方法呢 也是最保险的方法呢 你就是看明签 你看它这个每一颗原生种蝴蝶兰 它都有一个明签 我这里呢给大家来看两盆看一看 这是我的一颗原生蝴蝶兰 它的名字叫希莉莉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明签 这个第一个词呢 Phenopsis 它的意思就是蝴蝶兰鼠 第二个词 Suriana 就是希莉莉 是它的名称 根据这个国际植物命名法规的规定 就是第一个这个Phenopsis 这个这是它的鼠 这个鼠的时候一定是这个大写 第一个字母一定要大写开头的 第二个词是这个花的这个名称 如果它是原生种的话 他们就要求这个这一个单词的所有字母都是小写 这样呢就是非常好区分 你一看你就知道它是原生种还是原意杂交种 只有原生种所有的字母都是小写 只要它不是原生种或者是不管是它是原意杂交的 是初级杂交还是多重杂交 它的那个名字的那个第一个字母一定是大写 所以记住这一条你就能找到原生种 下面呢我们再看一盆 这是我的另外一盆原生种 你看一下它的名签在这里 它是Phenopsis 我们以后再详细地讲它后面的这些和这些是什么意思 今天就说这两个就是第一个词Phenopsis 这个呢就是蝴蝶蓝鼠 然后鲁蓝鼠 这是它的这个名称就是路德 大家都叫它路德 然后呢这个第一个字母 你看这个Phenopsis的这个P一定是大写 然后这个第二个词它全部都是小写 这就表示这颗蝴蝶蓝呢 它是一个原生种 它的名字叫路德 我再给大家看一颗超级香又香又美的 这个非常有名的杂交蝴蝶蓝 你看一下它的这个名字叫超级斑马 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杂交品种 那么你在看它的这个标签的时候 你就哦 你看一下 这里啊 这里你看 这这几个Phenopsis的缩写 灵灯斑马 它这几个字你看到没 L是大写 M是大写 zebra就是斑马也都是大写 像这种情况呢 它就不是原生种 它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杂交品种 好了 这就是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内容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这个我们下期再见